说养巨蜥养猴子 现在不少人爱把野生动物买到家里当宠物养 沈阳的一位女士养了猴子 一次跳到女主人身上 把她的胳膊挠成了血葫芦 结果患有糖尿病的主人伤口无法愈合 最后花六万元截止保命 猴子闯祸后 被男主人一顿暴打后 送到了沈阳市野生动物救护基地 您说这是何苦呢 野生动物的家本来就该在这